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去年秋天上盆的一些拇指盆多肉 现在都长成什么状态了吧 先看这一个小盆的爱杜丽丝吧 因为有朋友留言呢 想看这一颗现在的样子 就是现在变小了一点 然后是两颗拼种在一起的 这个已经完全覆盆了 爱杜丽丝呢 它秋天和冬年的覆盆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现在天气在20度左右了 它就覆盆速度很慢了 所以这个季节就不推荐大家来买这个品种了 然后爱杜丽丝呢 它在冬天的时候状态会非常的好看 是紫红色的 现在因为天气暖了 它就褪色了 然后这一颗呢是冰心 当初买的时候说是冰心就买了 结果回来呢 才发现它就是猎户座 所以又是上当的一个品种 没关系 猎户座它就是挺推荐的 因为它一年四季的这个状态啊 就是掉的不是很明显 然后颜色一直都是这种红边线的 然后这一小盆呢 是一个我拼在一起的碧桃 碧桃它是可以长得很大的 但是你给它种到这个小拇指盆里边 就显得很娇小玲珑的样子 碧桃现在还是一个小包裹的状态吧 但是它经过了夏天 一到了秋天 给了水以后就全都榨开了 特别的丑 这个是丝绸面纱 昨天喝饱水以后 现在就变胖了 昨天大家看过这一盆的 然后现在它长了小侧牙 但是看的不是太明显 丝绸面纱还是群生老装的 比较好看一些 丝绸面纱 根据以前养它的这个经验呢 我觉得它水不能太多 浮盆器一定要控制好 不然它特别的容易烂 这一盆呢是双头的红蜻蜓 红蜻蜓它和那个索罗门稍微有一点像 但是这个红蜻蜓呢 它的除了状态颜色就是非常的通红 索罗门呢它就有点偏粉红色 这一颗是冬天坎头牵插的奥普琳娜 奥普琳娜还是冬天上色好看 现在天气一热褪色褪的没什么颜色了 已经变绿了 但是叶片的状态还是很胖的 喜欢肥胖脱肉的小伙伴 一定要入手这个奥普琳娜 这一小盆呢是一个小群生的璀璨 前段时间的血斑已经全都出来了 最近也褪色了 这里还有一颗没有浮盆的璀璨 这个就血斑很明显吧是吧 这一盆的状态呢就还在 不知道是不是黑毯枝啊 反正比较像都是乌木类的 是一个带桩子的婴儿手指啊 婴儿手指在夏天特别的丑 不会上色的 所以也不推荐大家在夏天去买这个品种 这一颗是小小的 月光女神追化也是挺好看的 我很喜欢这一盆 这两盆呢是猪鼻子 然后这个是保利安娜 都是我刚浇过水的 小盆的多肉呢就是比较好控出状态来 因为它养分少 然后上状态就会快一点 而且这个盆土干的快一些呢 它也不容易出现黑腐和花水的问题 好了今天先看这些小多肉吧 然后这边陆续浮盆的多肉呢 之后我会再给大家一一的介绍 来看一下